嗨大家好我是Kevin 今天呢我們來分享一個備餐系列 那今天要準備的便當呢 是一個低卡減脂的便當 名字呢是烤雞翅花椰菜米便當 那在做這個便當備餐之前 我想說明一下 那大家都知道以前呢 我們是做這個六個便當的備餐嘛 我想要做一些調整 我不希望說備餐呢 流於一個公式化那種自私化的製作 那也希望說備餐可以變得更加的彈性喔 所以呢 接下來的備餐其實沒有一定的形式喔 基本上就是分享如何可以快速的 簡單製作美味又好吃 而且健康的便當給大家 那製作的數量呢 可能會控制在大概兩三個 希望說就是新鮮方便就好了 不會特別強調一次要做這麼多 那所以這是接下來備餐系列的一個方向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備餐系列 那好我們就開始來製作今天的 烤雞翅花椰菜米便當 雞翅的部分呢 我們這次選用的是這種二截翅 那我認為這二截翅呢 帶便當起來呢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如果你大家喜歡吃多一點肉的話呢 你要選用三截翅也是OK的 那你會比較容易做的話 那你會比較多不同的地方 這是要來用三截翅的部分 好這邊我強烈建議大家 這個醃漬你要放在冰箱隔夜醃漬 讓它充分入味 如果你只醃漬個20分鐘或一個小時的話 其實還是不夠入味的 那在這個鹽份沒有充分進到肉裡面的時候 如果你就進去烤的話 其實烤出來的雞肉比較沒有辦法那麼嫩 所以這也是醃漬的一個重點 好那我們就到冰箱隔夜 那明天我們就繼續製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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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入10g的口水 适量在水中 加入1g的玄米 放入1g的玉米 加入10g的玉米 排骨 最近買了可以數量速度 加這個品變得最小 即將一些食材 加蒸太雞 加上一次 切開 烤鸡翅花椰菜米便當呢這樣就完成了 那如果我們先看營養的話 就發現這個便當呢真的是均衡健康的 肉的話有這個烤鸡翅嘛 然後再來呢我們的主食是用這個花椰菜米 滴卡又是蔬菜呢來代替 然後再來還是有補充一些澱粉馬鈴薯 那這樣吃起來呢東西雖然不算是非常豐富 但是呢相當均衡而且是非常好吃的樣子喔 好那我們呢就先來試吃一下 哇好我們就先來吃一個烤鸡翅 喔看起來相當棒 哇這個烤鸡翅裡面真的超嫩啊 而且非常的多汁很香很好吃 哇這馬鈴薯啊完全吸了很多這個雞翅的風味在裡面 它其實是烤得非常鬆軟的 而且裡面是濕潤的 這個馬鈴薯真的超棒的 好最後來吃一下這個花椰菜米喔 這剛剛炒的 這個料理花椰菜米啊有一個訣竅 就是大家千萬不要潰冰的再下鍋去炒喔 你一定要冷凍的狀態下鍋 而且直接大火的去拌炒 那這樣炒出來的花椰菜米其實口感相當的脆甜喔 而且我搭配了一些紅黃甜椒 這樣子的組合看起來就相當的可口喔 也是滿滿的蔬菜營養 好這次的便當呢其實真的非常簡單喔 它唯一需要是一些時間跟耐心喔 你要把雞翅放隔夜做醃漬 那實際做的話呢其實非常快喔 我大概20分鐘半小時就做完了 也希望說這個便餐呢 以後呢也可以用這樣的形式分享給大家 那喜歡我們菜單救手的話呢 歡迎訂閱按讚 還有呢任何相關問題也都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這次分享到這邊喔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